今天晚上好 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菜式 就是西近炒田雞 我相信只要有吃過的人一定會喜歡 但經常都想著田雞很難處理 很難做 其實不是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這個田雞菜式是怎樣做 首先我買了一斤半的田雞 這是新鮮的田雞 即時湯 給大家看看 都幾大隻 大約五隻 我現在首先 對不起 做錯工序了 首先買了田雞 有很多人都約了聽過 很多寄生蟲 其實大凡淡水的河鮮 都很容易帶有寄生蟲 我們現在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除了寄生蟲 清除寄生蟲 還有 令到它沒有太多異味 首先 我們把鹽放進去 然後 其實跟魚的脆腥 就差不多 不過 這裡 就多了一件事 就是生粉 為什麼呢? 生粉可以去散 OK 鹽 酒 然後 胡椒碎 如果嫌這個麻煩 其實它不一定要要酒 OK 但我這次下酒 就可以跟它 辟除異味 首先 生粉可以脫散 OK 首先 我稍微去 拌一拌它 這個是第一步 拌一拌它 大家 經常見到 我這裡周圍都是袋 除了我本身沒有地方放置之外 很多時候 我用過的 膠袋 我就拿回來做什麼呢? 即時拿回來做 這個是垃圾袋 好了 這個時候 約略了 我們做的時候 就跟它按摩 OK 好 然後 我們就拿去洗 我講過很多次 記得洗海鮮 要用洗 洗 沖洗的方式 就可以沖走 表面 同時間 可以 有活水 變成不會浸到 應該有的鮮味 走掉 OK 沖完第一段 大水沖完之後 就減細它 跟著之後 我們就繼續沖 在這個期間 我們就做其他東西了 就是做這個 醃料 醃 醃這個 準備做醃田雞的 需要的材料 唉 我這些是沒有講稿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一邊講一邊轉 那個 腦袋 所以有時候 我會 放慢了 萬一我精神不夠 腦袋轉得不夠快 大家會發現 我說話會慢了 但如果我是正常的思維 正常的精神狀態 我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醃田雞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 薑絲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其實我也約了介紹過 其實這就是家廚的 一個基本的做法 好 接著就切薑絲 這臭小子 幫我剝刀真的很膩 他今天 我一睡醒 他說 老爸 我幫你剝刀 看你會不會剝刀 真是 工程師就是工程師 他可以 萬一失業的 可以做什麼 做磨刀佬 去找生意 好了 醃了 切了薑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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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半是田雞 但是根半是 因為它除了皮 之後 其實它已經輕了很多 我當它一斤 所以大約加一斤鹽 糖可以加兩斤 甜一點 然後 雞粉少少 然後 胡椒碎 或胡椒粉 少去 然後 生粉 然後 麻油 少去 然後 然後 酒 少去 然後 生抽 少去 好 基本上 醃料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發覺 咦 很熟口熟麵 是啊 熟口熟麵 因為醃雞 都是這樣的材料 對啊 記住 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傳統家廚 基本上醃雞 醃這個 田雞 醃鮮 都是這個 基本上的一個 就是做法 OK 好了 然後我要戴手套 要拌 大家經常見我 用手拌 對啊 因為呢 用手拌 它的手感比較好些 變了 我們就會知道 它應該是 醃得好不好 OK 我經常都說 醃東西是不是要加水 但是呢 醃田雞 當然不用加水 第一呢 本身它自己含有很高的水分 即是醃海鮮 都算是 第二呢 就是 因為我加了一些 生抽、醬油 這些 這裡呢 已經說的是 一二三四 都差不多有 六七十 CC的水分 所以就夠了 那 我經常說 家柱是一個很好的什麼 一個很好的時間管理 來的 那先頭我一路 不停跟它啤水 跟它沖洗 然後呢 現在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是 可以了 那我一 混合這個醃料 做完這個醃料之後 就時間剛剛好 OK 好 那在拌它之前 切斬它之前 我們拿些 柱子 先印一印它 那如果是 大家不想浪費廚紙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那就是 拿這些 即是 篩呢 就可以是 燉一燉它 燉乾它的水 OK 那這個除了是 因為清潔之外呢 也都同 即是 我經常強調的 就是要 那些水 就是清洗的時候 那些水呢 其實帶有腥味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印乾一些 的話呢 就減少它的 它的異味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剁田雞了 那剁呢 就是用這個刀的 前半部分 OK 要剁它呢 就很簡單的 不需要太複雜 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爽 是啊 剁東西的時候 用前面是很爽的 不過 斬東西的時候 就不要用前面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就 我之前都介紹過 很容易彈刀的 這把呢 其實它整體的設計 就是一個 所謂的 九缸刀的 中式廚刀 那很多時候呢 田雞 其實最多寄生蟲 就是它的圖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嚴格一點 不 就是說 可以想浪費一點點 或者是不介意 給多一點錢的話 買多幾個田雞的話 這個位置可以扔掉 OK 但通常傳統的家廚 就會要回 好了 田雞 好 我現在先清潔了 大家看到 一如以往 我一剪完東西 我就第一時間刮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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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再清潔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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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鮮頭的比例 鹽下多了 因為現在拿上手 頂上都是12兩左右 即是靜肉計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跟著我這個影片一起做的時候 就要減少一點鹽份 一樣 雖然田雞肉 田雞肉是很少 但亦都加多水 但我們都需要是怎樣 我們需要將那些 盡量攪拌的時候 那些水份就減少了 所以我們現在攪拌的時候 目的是什麼 都是要令到它攪拌得剛剛好 吸完水為止 因為田雞相對的肉比較少 所以它吸水的程度 就未必較我們純粹攪拌的魚肉 攪拌得好 這個要注意 我鮮頭隨手放的酒放多了 所以這次我攪拌的時候 它未必完全吸水 我們煎之前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就要 隔開那些醬汁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什麼 很容易就會黏 煎的時候 走油的時候 OK 它不是煎的 這次就走油了 還有大家要注意 我先提醒大家 田雞本身 它的肚子位置很多寄生蟲 大家都知道 所以 要怎樣 徹底煮熟 但是 又要控制到它乾乾好熟 所以 炒田雞的難度就在這裡 OK 大家看到的 我左手這隻筷子 就負責這樣翻 然後右手 炸它 記不記得我經常說這件事 記住 拌東西拌得好 要又炒又炸 記住 不要想心邪 我說的是拌東西 差不多了 它帶一點水就正常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煎的時候 先隔起水 記住 這個動作也挺重要的 否則我們走油的時候 很容易黏底的 而且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走油的時候 有一件水就出事了 好 搞定了 然後呢 我們稍微是 放些油 封一封油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就處理這個芹菜 今天呢 我特地選擇的時候 這個芹菜 它貴一點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都不記得了多少錢 反正一定是貴過 超級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我選擇了一個 比較嫩滑的芹菜 這樣呢 這個比較嫩滑的芹菜 變成了 我就不需要 刨皮了 我直接用它 這樣呢 大家看到的 為了美觀 通常呢 還有好吃一點 通常呢 頭部的部分 我會刨一刨 我會刨一刨 真的不舒服 有一點 淡 所以今晚你煮飯比較晚 這樣呢 沖洗它 切的時候呢 大家聽過的聲音 都知道它是很嫩的 那怎樣去判斷它嫩不嫩呢 那主要呢 就是大家買的時候呢 就觀察一下它這個顏色 不是越深色越好的 它越是 即是淺青色呢 然後帶一點黃呢 即是呢 它那個是越嫩口 那 大概是 每 斜切 就是一 一英寸 OK 當你切的時候呢 可以感受到它到底是 夠不夠嫩的 就是 因為 西芹呢 它本身的纖維都很高的 那當你切的時候呢 除了是容易切之外呢 就是聽聲 它越細的聲音 就代表越嫩 大家聽到了 是不是 那大家不用怕啊 其實呢 可以很快脆的 那我影片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製作過程都給大家看 那 大家呢 就是今天呢 又有觀眾呢 當然他很有禮貌 這個很有禮貌 所以我也都答得很詳細 他就說 喂 你可不可以 阿叔的時間變成是 20至30分鐘啊 那會更加多人看的 那 那這些就是會說話 是不是 我就看到他尊重我 我自然呢 我就很詳細地解釋自己 其實做人就很簡單的 你好我好而已 對不對 既然你都不懂得尊重我 一來到就說 喂 你說這麼多廢話 這麼沉氣 那我自然呢 就起降的啦 反過來 就是 人家對你 有這樣的感覺 那你呢 都很自然會起降的 大家說是不是 這個不關乎 你到底下不下觀 到底你是不是這麼開通的問題 所以呢 人與人之間其實都 相處啊 都是一種什麼 藝術來的 你想 即是 你想你 獲得人尊重 首先是什麼 首先就是 你要懂得尊重人 在說話的時候呢 就不要說到這麼挖 你挖下我的態度就很簡單 我經常都說 啊 惡人治有惡人治 懶人治有懶人磨 啊 開港都說你啦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你一來到 就倒過來的話 我自然不客氣的 那 大家有人說 喂 那你 人家是無賴而已 你都要君子啊 我從來不相信這件事 為什麼呢 當你對著一個無賴的時候 你越是君子 他就越是欺負你的 啊 當你 是 越是無賴的時候 他就不敢無賴的了 他就怕了你了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些 做人基本的 道理啦 那當然 這個都跟個人性格有關的 有些人是做不出的 是不是 OK 好 這個蔥可以留回了 我經常買很多蔥的 這就說 很多的家庭主婦 就經常覺得呢 送蔥是應該的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張心比心啦 我自己呢 就從來都不喜歡 就是 除非真是 他問我要不要蔥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都通常呢 我會自己去選蔥 就給錢買 其實買蔥都不貴啊 三四元一閘而已 今天這些蔥很漂亮啊 所以我自己買 送的那些未必好的 是不是 那 既然自己這麼喜歡吃蔥 就無謂拿人便宜啦 所以通常我自己買啦 這裡都是買了八元兩閘 吃很久可以 那切蔥大家看到了 那我現在呢 就是一個標準的 就是一個 大家看到的就是 一個標準的家庭製作的一個流程 那我現在呢 就在做這個是 我不是拖場來做 我今天特地 因為我接下來呢 我做那個 就是炒的過程 就是很快的 那我既然 就是可以是 這麼短時間做到的話 那我就多給你看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有些真的需要 製作時間很長的 那變了呢 我就會是 盡量呢 就給大家看 就是盡量 就是 那 然後呢 就不要等大家呢 就覺得煩了 OK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菜 其實很快 因為田雞其實是屬於爆炒的菜式來的 那 爆炒就很快的 一下鍋很快 就幾分鐘就搞定了 OK 所以呢 我就前期呢 就可以做久一點給大家看 不是應該做久一點 是真的這麼久 只不過就是 給大家看多一點的內容 OK OK 很多時候呢 那些菜呢 會塞住的 所以呢 我們 這個呢 我老婆買的 好麥 啊 用到現在 我老婆也十年了 所以 其實她 我 這個又說到 就是 人與人之間 喂 你對我好 我對你好 如果我老婆不好的話 我做什麼要 可以陪她十年 就是以前的好啊 現在當然 有病她都不想 對不對 所以呢 不要怨 做人就不要怨 為什麼人家 為什麼這樣對你 其實呢 張心比己 OK 那 做人的事呢 就很簡單的 你對人好的時候 自然會有回報 那當然你不可以 經常期望說 喂 我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你不對我不好 有些事 不是說你對人好就好 那你都要看一下 對誰 對吧 OK 你對著一些 真是仆街的 你這些叫做什麼 自己貼錢買爛售 大家說 是不是 最近呢 我終於懂得用自動對焦了 會不會 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這些對焦是準確的 以前經常都要手濕啊 預訂不到啊 所以經常都 有時候忘記了對焦 就沒有了那回事了 那 炒田雞呢 其實做料很簡單 薑蒜蔥就是這樣 所以大凡呢 處理 其實薑蒜蔥在中菜的角度 是很什麼呢 是很普遍的 亦都是一個調味的一個靈魂來的 OK 那想它靚仔一點呢 就很簡單的 切它一半 然後挫開它 那 可以切到一個靈形出來的 那這些邊位就由它 切開它 OK 跟著之後呢 就拍兩粒蒜頭 因為有這個 是 有這個 是西芹的 所以給一些蒜頭 是美味的 那如果不是西芹的話 就不一定要用蒜頭 啊 就這樣 薑蒼就可以了 這樣就輕輕拍它 大家看到嗎 我整天呢 那些 就是 剝蒜呢 我是喜歡單手的 那 那 這些是習慣啦 也是技巧 那很多人覺得剝蒜很麻煩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單手也很快 是不是 好 那 那 製作完成了 是不是 大家說 薑 蒜 蔥 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的材料 就齊齊了 那 材料 有這個 這個是西芹 然後 拌好了 它現在拌好了的田雞 田雞肉 那 現在呢 它都是很多水的 所以等一下 我下去酒油之前 我要加一加水 那這個是田雞的特性 沒有辦法 就跟我一般的要求 有些不一樣 但是這個是它的特性 所以沒有辦法 OK 等下開鍋炒的時候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那我先頭就分享了 怎樣拌田雞 怎樣切芹菜 怎樣選芹菜 OK 現在呢 拌好了 那我要炒田雞 那 因為我先頭都說過 那些田雞 它本身 就不是那麼吸水的 所以就算我們不加水 它最後尾 都會有水的 大家見不見到 所以我們在炒之前 我們要將這個田雞 就全部 用一個鐵篩 就浪起它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 那些田雞最後尾 煎呢 即是走油的時候 就容易些 沒有那麼容易黏鍋底 那我現在拿起它 先拿起它 那不好意思 因為呢 小弟這個廚房比較小 那所以呢 我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著大家 將就著看 那因為 我這些呢 不是說 Jow Studio 特意去拍片 而是呢 本身我這裏 就是自己的家 那 我也是因為 要煮飯 要吃飯 所以呢 才是 才是拍片 OK 那現在這樣 拿起它之後 它可以力乾些 待會我們走油的時候 就容易些 OK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黏鍋 那我要做這個動作呢 是很重要的 那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現在我開始燒鑊了 開大火啦 開大火啦 開最大火啦 這樣就燒鑊了 那我之前呢 都說過很多次了 那大家呢 如果是 想呢 那個菜式呢 即是好吃 炒出來的 食味是好的話呢 我們走油的時候 一定要夠乾身才行的 如果我們走油的過程當中 它一旦出水的話呢 就出事啦 拉大火啦 OK 那現在呢 我就 嗯 燒鑊 那呢 燒鑊的時候呢 那我約會再 先解解一下 我們的程序要怎樣做 那我經常說呢 其實呢 我們要做到 這個是專業廚房的味道 但是我們在家廚 沒有那麼大地方 即是沒有那麼多器具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去用一隻鑊 就做完所有東西呢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安排過所有的程序的 那我為了呢 就要順著聚來做呢 即是適合我們的家廚來做呢 所以呢 這個炒田雞呢 我就是先和田雞走油先 跟著然後呢 才灑這個是 和這個是西近飛水 這樣我們呢 才可以有機會做到專業廚房的味道出來的 OK 好了 那現在呢 這隻鑊開始慢慢變熱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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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看到的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話 但是呢 我是沒有移動過這個鑊的 為什麼呢 因為燒鑊是需要時間的 記住一下 馬派在大火 那 我們唯一 加厨可以判断锅 够不够温度 就要看它出不出烟 好了 现在开始出烟了 我们就下油 因为等一下我拿些油 田鸡油出来做什么呢 就用来跟西芹飞水 所以多一点油都不怕 最重要是什么 走油的时候田鸡要走得靓 田鸡走得靓 走油走得靓 我们才可以躲 才是我们好吃的第一步 是不是很够烟 很够这个锅器 稍微停一停 不要让它移动 记住不要多走 无论它有多高温 多10-20秒 是不会弄烟的 但是就会令到它增加食味 OK 好了 这个时候移动 看不看到 我和田鸡 浪一浪水 厉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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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能够可以 可以跟西芹配合天衣無同 大家要記住 這個時候就要炒熟了 大家看看到這刻為止 一點水都沒有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西芹炒田雞的味道肯定很棒 賣相肯定很美 這個時候已經是七、八成熟了 但我們再炒一炒 記住田雞一定要全熟 不要想它好味一點 所以炒生一點 田雞有幾生蟲 好食的食物通常都好毒 所以我經常都說 少吃多滋味 不要想著 它好食你又不斷吃 不用顧健康 不是這樣的 好 行了 這個時候就放回原本的西芹 這樣就可以隔走油 待會炒的時候不太油膩 這隻鑊都夠了 大家看到有條火尾走出來 不是這隻鑊 這隻鑊 是爐頭 好了 可以了 然後加水 整隻鑊抽起來 加水 這裡不讓大家看 單人速機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本身西芹很多的廚師 或者我們正常的做法都會加薑片 但因為鑊頭有薑在裡面 大家都看到有些薑絲 所以不用管它 不用加薑 直接下味 一匙鹽 一匙糖 一匙雞粉 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做法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 我們要是令到它 可以是幫那些菜 保持長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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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螺絲 保持長綠 就是這個時候 這是第一個重點 飛水的重點 第二就是 可以讓它提前上味 等一下 我稍微炒的時候 稍微調味 那些菜就很夠味 就不會出現 一塊鹹 一塊淡的 一塊完全無味的結果 OK 行不行 這個時候 我等它煮溫水了 我又不管了 蓋上蓋子 等下 我開始飛水的時候 就一剔過 一路炒下去 好嗎 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清楚整個過程 就算你們是完全沒有概念 沒有入廚的經驗 跟著我這個程序去做 不會錯過 只要掌握火候 可以不可以 差一點點 但是味道也一樣 非常美味 不要錯過 大家見 好了 大家 水滾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 放這個西芹下去 這個時候 因為我室友煎過東西 所以水會起泡 但是不要緊 這些不影響性味 一樣 跟這個西芹 飛水 就不需要它滾 稍微下去 就 它一看到它一轉色 就要馬上撈起 如果不是西芹 就不夠脆口 現在如果說起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關火了 是否很快 是呀 很快 為了方便 我立即整個鍋 撕起它 倒下去 那 單人操機 所以就不給大家看了 跟著 就要過冷河 用水油水 沖一沖 讓它不要自熱 令它裡面熟透 即是過熟 也是 不給大家看了 因為單人操機 好 跟著洗鑊 洗鑊 這個 雖然很黑 這個 但是呢 是洗鑊神器 這樣 就可以 我們不用濕水 即是手不用濕 就可以 刷乾淨 用這個 也不需要 用這個 叫做鑊刷 叫做 洗鑊竹刷 也不需要 下洗潔精 然後 沖一沖水 讓它乾淨 最主要就是 令它沒有什麼 現在有水 就不是過爐有事 水滴了下去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就抹乾它 現在大火燒鑊 現在大火燒鑊 這樣鑊就可以保持得很漂亮 OK 不需要特別去處理它 用這個洗鑊竹刷就有這個好處 現在繼續燒鑊 燒鑊之前 我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 我這個 很漂亮 因為為什麼 已經隔了油 已經 油就在鑊頭 拌東西的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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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隻碟 多種用途 對不對 可能會有 有些 老一輩 就會教你 拿這些汁來用 用來打蜆 千萬不要 絕對是會影響 影響 那個成品的賣相 因為你炒起來 它會起到一粒粒的 你寧願 如果你想打蜆的話 就寧願再開過一碟生粉水 OK 千萬不要用它原來的 如果不是 一來會影響食味 二來最嚴重的 就會影響賣相 OK 行不行 記住 這些不能節省的 好了 現在出火了 不是不是 出煙了 加少許油 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多 然後繼續燒 隨便它 現在看到有煙了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下薑片 隨便可以 薑片 隨便可以 但是我 講過很多次 我喜歡吃薑 尤其是爆炒過 炆過的薑 是很棒的 所以我放的薑片 就比別人多 先放薑片 炒一下 讓它出味 薑蒜不可以同學 記住 但是職業的 通常一起放的 所以 在這個部分 我一定做贏過專業的 因為我有時間 這是家廚的優勢 專業的 你學我這樣做 做得這麼慢 你一定會被老闆罵到 除非那碟菜 賣得很貴 接著現在 我們就下蒜頭了 我先下的油 很少 大概一茶匙 頂小 都是一茶匙半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前雞有油 好 接著現在 炒一下蒜頭 我現在就放蔥白 炒一下 哇 這個時候就很香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放這個 哇 只是看到我炒 起煙起火 已經知道是夠了鍋氣了 這個時候呢 記住啊 我們先調味 因為甜雞有味 但是這個 西芹不夠味 OK 好 少少鹽 少少糖 大家看看我是否很隨意 一手拿著 不是的 因為我習慣了才是這樣的 少少雞粉 大家未習慣 就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是 逐匙逐匙下 這個時候呢 就夠了 跟著 然後呢 下了 這片雞 哇 好香啊 哇 來了 這個時候呢 剛剛好呢 那些油水呢 就很足 所以呢 我就不喜歡打蜆 因為油水足 不需要打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要下什麼呢 下少少酒 蘸少少酒 下去 最後呢 快炒 OK了 跟著就 把蔥下去 蔥呢 炒出蔥香就可以了 不用炒全熟 好 最後呢 大家知道我會下什麼嗎 沒錯啦 下少少生抽 在鍋端 滑龍點蒸 好 好 完成 關火 搞定 一個西芹炒田雞 完成了 炒很快 真的 跟著就 放上碟 大家不要走 不要關機 最精彩的部分 是總結 這個 加廚就是這樣 擺碟是最差的 再加上 我有個中式鍋頂住 之前很多的Y-Shot 大家都看到 在我的爐頭後面呢 背著就是有個中式鍋掛了 所以呢 我就凍裝 在這個部分就有少少怪怪的 大家不要介意 好了 在 在這個 總結之前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看不看得到 有什麼 有什麼看到 當然是少油啦 沒有油的 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才叫做一道好的爆炒西芹田雞 如果你做不到這個效果 即是有時候我做不到的 這樣呢 即是代表你那個田雞 炒田雞 就有少少失敗了 OK 行不行 現在我稍為擺一擺盤 先 才跟大家去做總結 都是那句啦 加廚擺盤是最差 即是我來計是最差的 最差的部分 好 這個時候呢 稍微加少少下去 要是要拍照 我就加少少下去 這樣 如果是就這樣吃 就無所謂的 好 現在呢 就總結一下先 我不單止這隻鍋 才由大家特意給大家看 不單止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菜式其實可以很少油的 但其實 炒的過程當中 是酒油的過程當中 我放了很多油 但為何最後結果這麼少油呢 大家看不看到嗎 我中間是隔了油 OK 所以呢 記住 每一樣食物呢 都會有適當的油量 但是呢 大家如果呢 要做到它一個很少油的效果的話 其實就 只能夠做一個動作就是什麼 就是隔開它的油 OK 行不行 因為鮮頭我走油田雞的時候呢 是很多油的嘛 本身它拌的時候有油 落的時候我都講到明了 都會有很多油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 不是它 我這道菜不是用得少油 是因為我隔開了油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現在呢 就總結一下 OK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啦 第一呢 要醃田雞了 醃田雞那裡呢 大家要記住 在醃之前一定要用鹽 生粉 還有酒 拿過它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幫它清除了身上表面的一些 不好的水分 一些瘋 第二呢 就是田雞本身有很多寄生蟲 你的肉眼是很難看的 所以呢 我用酒和鹽呢 提前去攪拌 醃它呢 就有機會可以除去部分的病菌 和部分的寄生蟲 行不行 大家都看到我撈一撈它很快 撈完它之後再清洗它 接著抹一抹它 再拿去醃 醃的過程當中 其實那個原材料呢 就很簡單的 OK 那個醃 醃 Sorry 因為醃是偷吃了 偷吃牛腩麵 在醃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看到 其實呢 家廚的板斧 來來去去 都是豉油 什麼 豉油豆粉 鹽糖 是嗎 麻油 酒 是嗎 基本上這個是萬用的拌法 來的 大家看到我用這個配方 已經不止一次 拌海鮮也是它 拌魚也是它 拌雞也是它 OK 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我現在就弄了240多道菜式出來的了 當然 拌的方式 就淋淋總總 起碼大家抄底筆記的話 都看到 起碼十條八條方 是不是 但其實呢 作為家廚 你不需要搞到這麼複雜的 除非你想進階 即進階呢 就說去改進自己的廚藝 如果不是呢 人家說金融界叫什麼 據說一把間尺就走天雅 但其實我們家廚呢 就是一條配方就走天雅 OK 行不行 不需要這麼複雜的 今天這個田雞 就是那個配方來的 豉油豆粉糖 豉油豆粉糖鹽 OK 接著最多加些想它更加好味 加些雞粉 麻油啊 胡椒啊 基本上都是那些 薑啊 OK 行不行 好了 醃住了 因為田雞它天生的特性 它就不是很吸水的 OK 所以呢 先頭大家都見到我沒有下水 但都是吸不完水的 那些酒啊 生抽都是水來的嘛 所以呢 我們在和它酒油之前 即醃到差不多 和它淋落鑊前呢 拿一隻 有洞的篩呢 就隔一隔那些汁 然後才去酒油 大家看不看到我才去酒油 沒有水出 沒有黏鑊 是嗎 是嗎 但如果你不隔走它 你就這樣隔下去 就算那時候隔起那些汁呢 因為它來不及滴走 你的鑊始終都會有水的 這樣就會黏底的 還有呢 我說過很多次 你要炒菜一件水 即死 酒油一件水 都是要死的 所以你避免 避免了這種情況呢 我們就要怎樣呢 事提前呢 就撈起它 拿一隻篩 總之有洞的器皿 就沾乾水 然後大家就看到我酒油的時候 是不是一滴水都沒有 是不是 很乾淨 沒有黏鑊 沒有黏底 好了 接下來要酒油 一樣是要背那個口訣 那個口訣是什麼 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 再建煙 因為我酒油 所以不用收小火 直接放些材料下去 如果是煎的話 才收小火 可以嗎 好了 我們呢 作為家廚的話 你想炒到好像職業廚房那樣 你不能夠一指一指地搬過來 我們必須有所改良 那大家看到今晚呢 我炒這個 我告訴大家 我絕對跟大家保證 我現在這個炒田雞 絕對是酒油級的味道來的 OK 但是我將酒油的專業廚房 那個程序改良了 這個就是適合我們家廚的環境去應用 那 我們家廚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不夠地方 第二個 就是不夠器皿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盡量每一次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看的 我每一次炒菜 是不是一隻鍋到底 不是啊 酒油也是它 然後飛水也是它 炸菜也是它 是不是啊 OK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隻鍋大家都會用 但是你怎樣去令到它用最少的時間 和最方便的方式去處理呢 那當然不用洗鍋 是不是啊 那不用洗鍋 有什麼方法呢 我這個炒田雞就是一個好的示範 我先和田雞走油 然後利用田雞走油之後 那個油呢 拿來做什麼呢 不用洗鍋的情況之後 我拿來呢 就是 加水下去 灼這個西芹 OK 這樣呢 就可以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呢 你灼的過程當中 已經是加熱的嘛 那本來有少少黏鍋的 都變了就洗到乾淨了啦 也會軟了 之後去洗鍋 是不是很容易呢 那我是不是省很多時間了 是不是啊 好了 接著之後呢 記住喔 田雞在走油的過程當中 你盡量令到它去九成以上的熟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爆炒的時候 時間很短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主要是因為西芹 西芹如果炒得久的話 就會軟的 不好吃的 OK 我為了要保持西芹的爽口 第一在飛水的時候 我不可以大滾 一轉熟就要鬧起了 第二在爆炒的時候 我盡量短時間 時間要短短一點 這樣西芹就可以保持它的爽口 到現在 我偷一塊給大家試一下 聽到嗎 是不是很爽啊 如果呢 我這個西芹 我跟你說 即是我炒的時候 再炒到二十秒 開始軟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配合這個爆炒西芹 要保持它的爽口的程度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田雞那裡 要配合它 為了避免出意外 我們要補炒 而令到 即是拉長時間來炒 令到西芹會軟口 不好吃呢 所以我們在走油的時候 一定要走油去到九成以上熟 記得 田雞是有很多忌生蟲 OK 通常好吃的東西都很毒的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保證它100%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能夠控制那個品質的 就是你走油的部分 你走油只要去到九成熟 跟著之後 好像我先頭這樣 加西芹加田雞一起炒 其實在那裡講的一分鐘左右 OK 行不行 等大家互相交換那個味道 變得很香口 很惹味 行不行 我現在呢 我應該講了四五分鐘了 大家看到有沒有水 有沒有 沒有 OK 先頭我給大家看一隻鑊 有沒有水 沒有 有沒有多魚油 沒有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今天我這裡田雞炒西芹不得了 好吃 我才能吃 真的很棒 OK 大家如果想在家裡 可以炒出這個專業味道的話 就不妨試試我這個方法 我呢 就很簡單的 因為全部都是一剔過 沒有生減 OK 所以大家跟著時間馬 跟著時間做 就OK啦 行不行 可能第一次就手忙腳亂 但我相信 若略有這個入廚經驗 應該就跟著我一起做 就不難的 難不了大家 好 炒完菜 當然要吃飯 我兒子很期待炒田雞 因為他很少吃 但他很喜歡吃 我今天這裡 這樣的炒田雞 西芹炒田雞 絕對沒有令他失望 因為我才試吃完了 我也看過買相 絕對OK 絕對是 現在我跟大家說話 我離開那裡 大概已經有兩尺距離 即是離開這碟菜 我都聞到那股香味 好啦 不跟大家說了 記住啦 炒到最後臨上碟前 做甚麼 畫龍點睛 怎樣 加幾滴生抽在鍋邊 再繞勻它 絕對是提升一個級別 好啦 不跟大家說了 去吃飯了 拜拜